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跳得好不好 哇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举一 十字 来 大家知道为什么要举一 一就是代表one billion 十亿人 那为什么要讲十亿人 你们知道吗 联合国的统计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女性 是在受暴的状态或者是曾经受暴 所以三分之一的女性等于多少人 就是one billion 就是十亿人 所以呢 我们举一代表我是十亿中的一人 一也代表one billion 所以我们来举十字好不好 我们今天参与了全球的一个campaign 就是我们要做one billion rising OBR 全球反暴力的行动 来 好 今天非常谢谢 那时间也快到了 那我们来练习一下 举十字好吗 把你的1举起来 就是代表你 就是举棒子就是代表1 你就是十亿人中的一人 荧光棒可以代表你的1 十字 好 代表你是十亿人中的一人 今天你参与了这样的一个行动 好 OK 謝謝 那我们的摄影朋友大哥们 我们有一个台子为你们准备 但是有一点点有巨高震的人 可能没办法上去 但是我们跟各位讲是安全的 只是要稍微小心因为没有栏杆 好 那我们要准备开始 准备开始的时候呢 我要来好好介绍今天的来宾 好 那我们今天谢谢 我们所有的来跳舞的朋友们 等一下你们还是要跳 那我们也谢谢电音三太子 来到当中 跟大家揮揮手 谢谢你 好 我们来介绍 今天要介绍的来宾 真的是非常重要 而且代表我们司法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是一个指标性的人物 他知道谁吗 好 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司法院的院长 赖浩铭 赖院长 来 我们转一下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的朋友们都来了 来给院长翻呼一下 我们的正义要靠他来领领 要靠他来领导 哇 非常谢谢 好 今天院长 你先站着一下 院长 面对我们的 然后我们还在介绍 院长夫人 也是前司 就是我们的法服基金会的前董事长 古登梅也来到我们当中 院长 你看院长夫人都来到我们当中 他们在法界都是非常执名 而且是非常重要 而且在人权的努力上 都有非常好的成绩 所以我们非常谢谢 赖院长还有夫人古登梅 来请坐 接下来我要介绍的 其实院长率领了他们 整个司法院很重要的人 包括我们的刑事厅长 蔡凯真 哇 我们的厅长是女性的 哇 真的要给她很好的欢呼 好 好 再来还有一位也是女性 赵家庭的厅长 黄梅月 黄厅 黄厅 好 再来还要介绍 司法院 这次还有一位很重要 而且做秘书工作 秘书长 林锦芳 所以我们看看我们司法院 来了这么多人 可是跟各位讲 我们的司法正义除了靠司法院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 是哪个部 法务部 对了 大家都很棒 来我们来介绍我们法务部 部长还没到 好 等一下 好 因为我们还要再等他一下 等一下就到了 大家不用担心 好 接下来我们还有我们的妇女团体朋友们 这边我也要来介绍 来我们要介绍 立新基金会的代表 也是我们的董事 苏西东 苏董事 我们今天主办 我们的苏董事 参与我们立新 从创办就开始到现在 已经二十年了 二十一年 好 接下来我们还要介绍的是 台湾防暴联盟的秘书长 张玲 张秘书长 台湾防暴联盟 就是做妇女工作 这边还要介绍就是法服基金会的非常重要的法务处的主任 梁佳颖主任 梁佳颖主任来到我们当中 大家知道法律辅助是特别帮助一些弱势的朋友在司法的正义上 是非常重要的力量 也是司法院资助 然后能够成立专门要帮助弱势者的一个组织 好 再来我还要介绍 妇女薪资金会的秘书长林秀莹 林秀莹 林秀莹 哇 很谢谢你来 好 在这当中 我想我们就开始 我们首先 因为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等一下 赶快梁佳领子 是那一趟吗 要点亮 好 所以我们要请我们的 太棒了 来 我们要欢迎一下部长 罗英学罗部长 来 我们请欢迎一下 我们这个法务部的部长 也是武器 罗英学罗部长 好 谢谢 很谢谢你来 谢谢 来 我们请坐 那我们等一下就请他们 一一来跟我们讲 为什么他们今天要来参加 这样的一个 万里面的关系 首先我们请院长 外院长 来跟我们支持 好吗 来 请外院长 来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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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新年快乐 今天 虽然 天气 有点冷 也下雨 我想 我们都不觉得冷 对不对 因为 我们 满腔热血 来参加 点亮正义 一起反暴力 所以 我们 不但抑制坚决 而且 热情 积极 我们 都知道这个 暴力 是我们 人类社会 应该透气的 所以 今天 我们 来参加 点亮正义 一起反暴力的 全球性的活动 我们 共同 呼吁 所有 有能力的人 一起来 反暴力 一起站出来 特别 要为 将近十亿的 受 性虐的 受暴力虐待的 妇女 朋友们 反暴力 为她们的 光明 争取 光明的希望 我们 司法院 一向非常重视 因为 反性别暴力 不是 不是性别人权 不是性别权利而已 而牵涉到 基本的人权的问题 有人的社会 有比人权更重要的是吗 所以 人权的保障 是 人类社会 重要的 第一集 甚至于是 最重要的一集 这就是 我们为什么 全球会发动 一级反暴力的 一个 基本的原因 我们司法院 以前很重视 除了在 在制度面 在规定面 尽量 加以 做完善的 建议修订以外 对法院 法官 法庭的 软体 硬体的 设备设施 有关性别教育 对有关性别教育 甚至于一些 不同文化 多元文化的 同理性的教育 训练 软硬体 主要的 就是 主要的 就是要 对我们的 这个 女性 这个 朋友 以及 弱势的家长 营造一个 友善的 司法环境 而且要 发挥 司法 保护 女性 以及 家少 的 权益 真正的 功能 发挥的功能 那我们 希望 司法 特别我们在台湾是 司法院跟法务部是 不分彼此的 司法跟各界的力量 结合起来 共同点亮正义 一起反暴力 让暴力 从我们人类社会消失 让家家夫妇都能够平平安安 和和乐乐 这个 尤其是 马年 马到 暴力厨 马到 成功 大家都能够 和谐 快乐 平安 幸福美满的生活 在这里 再度祝福各位 身体健康 马到成功 万事如意 谢谢各位 谢谢 賴院长 谢谢 我们非常谢谢 因为在新春开春的时候 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成果 我们希望 在今年 我们的暴力能够降低到最低 这是我们的期待 接着呢 我们还是要请我们的 法务部的部长 罗英雪 来跟我们简单的 来讲一下 因为其实这一次我很开心 因为 所有的 我们的官方的系统 从 司法院到法务部都愿意投入 谢谢 来 在院长 司法院 房厅长 林厅长 还有 副女新知的林秘书长 台湾防报联盟的张秘书长 还有法务基金会的梁主任 还有各位这场的好朋友 当然还有我们 这个 这个 职心基金会的执行 秘书长 我们金秘书长 还有我们这个 董事董事 大家新年好 新年快乐 其实我通常跟 我跟金秘书长 是很多年很多年的老朋友 每次我们在一起的场合 我都觉得心里非常的充实 觉得我们这社会非常有希望 因为我们有这么多有爱心 有这么多愿意关怀别人 愿意为别人付出努力的 可爱的台湾的朋友们 我们都知道 在很多社会大众 关注不到的角落 常常会有弱势的哀嚎 会有很多人被暴力欺凌 但是 很硬的法律 很僵硬的制度 未必能够看得见 未必能够照顾得到 所以这很需要我们大家 全民的一起来 就是也是一种全民情报网 这个情是感情的情 这是心情的情 这个是我们丰富对人类 互相怜悯的情 我觉得有这样一个 全民的共同观照的一个网络 我们才能够把这些很作想 甚至不知道如何向外付救 求援的这些弱势能够拯救起来 我们也都知道 暴力是一个恶性循环 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恶死 我们不能够把每一个 我们可能救回来的人 遇协助的话 这个恶性 这个暴力可能会一直延续下去 也会成为我们社会的负担 也会成为我们每一个国民 不管是纳税 或者说在社会安定 治安的维持上 会有一个很沉重的负担 所以为了这些 不管是为别人 为自己 我们大家都应该同心协力 不管政府 不能民间团体 各人或机关 大家都穿钱合心 一起来 好不好 好 好 我针进在我们各单位 徐治安国待会 对我想出一个八个字 我觉得是非常好用 非常应该 我也贡献给大家 我们大家一起来 这八个字是 团结合作 快乐工作 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团结合作 快乐的工作 帮我们的弱势 帮我们受暴力欺凌的人 能够把他们找回他们的尊严 跟快乐 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加油 非常谢谢罗部长 其实他刚讲了一个很重要 司法正义是人人都可以参与的 我们需要有人人情报往 这个真的是很重要 因为不要以为说 司法正义就是司法官的事情 不是 是全民大家都可以投入的 那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监督者 也可以成为一个通报者 人人情报往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谢谢 在这边我还要介绍 法务部还有一位很重要 就是女性的检查官 也来到我们的现场 你们来介绍一下 我们会解 我们检查官在哪里 再来 耶 大家有没有发现 今天很多女性的接触者 而且是投入对法界 真的是很感动 好 接下来我要请我们 历经基金会的大家长 苏73 苏董事 来跟我们简单的支持 司法院院长 羅副长 还有我们司法界很多的港官 还有我们社区团体 运动团体的同伴 各位朋友 各位嘉宾 大家信仰好 在这样的天气当中 我们来 这么样的热情来参加 更展现我们的决心 就像刚刚院长所讲的 我们有这样的决心 有这样的毅力 来提唱 来唱稿这样的运动 历经基金会长期以来 就关心两性平权的 这样的一个观念 我记得好几年前 在高雄 有一个运动 有一个活动 在爱河旁边 我们有一些装置艺术 那时候 资金党要我说 在那边有个牌子 要我们提字 我想了好久 我就提了一个叫做 温柔的人有福的 各位听过这句话吗 这是自从圣经里面 耶稣所讲的 八种福气 其中一种叫做 温柔的人有福了 还有一个叫做 虚心的人有福了 还有一个福气叫做 此人和睦的人